好 鄭偉先這樣子 有一個卡片祝你平安 這是我們今年我們公司的年代主題卡 謝謝 那我就是光 然後這個不是我準備 我們同事 我們同事就是他們好高興 他們最近領到好多錢 所以他們都知道是 您在那邊做直播 然後他們用我們的請草藥 跟一些乾的把那些叫我說 幫我送給鄭偉 我們同事 他叫肯尼 有我們的藥草 謝謝 那這小東西給你 這就是我們每一年 會跟大家對話的一些文創的小東西 這個是藥草做的香 生活香 您可以點點看 我覺得可能你會有需要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公務員的卓師傅 他就用木頭的編料 幫我們做了一個擦香的 擦香的 那 這是一個我們的富方的一些金油 我們也是有一些我們自己的食物金油 那我教你怎麼用 這是一把扇子 您可能用得著 就是您金油可以直接滴在上面 滴在任何你想要的地方 您就三 好的 那我們每一年都會做一些小東西 送給一些消費者 OK 好 這加起來有三千塊嗎 沒有 沒有嗎 有的話要送去封書 OK 謝謝 我不知道應該沒有 等一下我們查一下加一下 好 那我們 你要幫我控制事情 我們不要當政委 沒問題 政委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在等這個機會 可以跟可能最直接 對我們這個類別的產業 產生幫助的 有影響力的人 我不一定有決策力 我覺得我在等 能夠有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聽到我們這十幾年來 我們的需求 跟我們的未來 的這個機會 其實我等了很久 請 我真的等了很久 那我在談我想要跟政委交流什麼之前 我想就是說 政委我讓您可以認識我稍微多一點點 因為認識我多一點點 那我自己才會覺得 我可以更確定你的就是說 我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價值 在這個時候的地方創生很關鍵 那我講 因為我的組合跟我的經歷很特別 所以我今天做這件事情 相對來說 阿聯非常的順利跟成功 我可以走到亞洲很多國家 那我先就來提 因為我前前後後 我經歷過很深厚的 台灣在地的一個美學的習慮跟衝擊 那個時候因為我的工作 所以我的工作 我早期在開廣告公司的時候 我專門做一些小地方 小鄉鎮的東西 所以我做過了好多地區農會 從蘆洲農會 山蟲農會 林口農會 我都是做農會 那因為做農會的原因 所以我對於本土的很多東西 掌握得很清楚 我都在做他們的一些微宣 從產品的包裝 一直到農會的介紹 那就跳過去 因為做了那個東西以後 我就覺得很煩 真的很煩 因為在以前沒有行政院的公共採播辦法之前 很多東西其實都是要用溢價的 那所以就會產生了很多 我自己有點不太覺得 怎麼會看得下去是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就覺得說我不要 我想要做更純粹一點 那後來我就從土地的農會這邊 結果也是因為因緣際會 那我就開始去做一些純平面設計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剛好受到好多團體在剛開始的啟蒙 因為他們也剛開始 所以我在短短的三年的時間之內 我幾乎做了明華園 雲門五集 流離工房 還有王霞軍的流源 我談的是在那個初期 大家好純粹 我們都在很驚豔他們的創作 他們的演出 那我都在那邊協助著 怎麼樣幫他們做一些文字的整理 可以要行銷他們 小到只是做一張海報或者一個傳單 那這樣子做著做著之後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也有累積出 我自己的一些看見 那可能也是因為因緣際會 因為因緣際會 別人就拉著我 然後拉著我的原因是因為那個時候 民進黨第一次的文宣部的主任 陳文慶小姐 陳小姐 他之後就從美國回來 很年輕的時候 他有好多的點子跟創意 讓我非常非常的欣賞 所以我參與了第一次 陳水扁先生選台北市的市長 那我才看到說原來文字包裝廣告 是可以用在地方選舉的 快樂無法黨 那時候我很快樂 因為那個時候我看到的是很純粹的熱情 就看到阿扁他們在貨車後面跟我們吃便當 然後那時候其實像林鳳飛 他是文宣部的副主委跟陳文慶 那當然我都是在旁邊做助理一些學習 可是那個對我很重要 對我很重要就是說 我很快被那些東西就給陷染了 那當然第一次陳水扁先生就很高票 當選台北市的市長 那從此以後我就做了將近十幾年的 都是跟地方選舉的 但我服務的對象 就是國民黨少數 像李仙仁啊 尤清之 其他大概就是民進黨 那有幾位現在在台面上都還不錯 像那個時候鄭運鵬 那是董鵬 郭正亮 檢餘 檢餘 郭正亮 還有幾個 一直到近期的 我就變成比較只是相挺跟支持 而沒有直接幫助的 像吳斯堯 還有素巧惠 就是有些東西稍微簡單往來一下 往來一下 因為我已經不再做那些事情 所以我再提的就是說 在那一段時間 我做的這些事情 讓我對於我們台灣比較 在地的一些力量跟美 以及就是說 參與政治的這個氛圍裡面 我大概比較能夠切得到 我們做一件事情 可是跟哪一些人講什麼話 做什麼事情 比較可以買心 那我講的是這一類的東西 有放到我的心裡面 可是後來我在應用上面 我覺得也算蠻順利的 那個順利就是什麼 因為我先後服務過 比方說當時的彭作葵 李金農 農委會的主委 那一直到近期就是有交流 但沒有合作過的 是曹啟紅 是不是農委會主委曹啟紅 那我之前的東西真的是 就是鐵打出來的 弱國戰 那我不能談主導 因為都是team 可是其實我在裡面 其實我都覺得 我還算是蠻活躍的 就是台南第一次的白河蓮花祭 第二次的白河蓮花祭 包括到呂秀蓮在當桃園縣現場的時候 他很不甘願 他說南白河也要有北觀音 所以呢那個就是呂副總統 他就是也讓我們幫他策劃了 第一次的就是桃園的 觀音的一個蓮花祭 那當然後面他的蓮花莊 會變成是很多人的話題 可是我知道他真的是很愛蓮花的 所以我做過這些事情 那在農委會的時候 我也應該算是首發部隊 大概在二十幾年前 台灣的有機產業或有機種植 還沒有這麼蓬勃的時候 我覺得在李金龍那個時候 他們非常有心 李主委他們 然後他包括葛照家 葛記證他們 台北花卉公司 他們都很努力的想要把有機 包括花卉這一類農產品 要走到比較都會 走到比較都會的這個點子 所以我就協助了他們做了 那個時候當然也是 有一些民進黨的行銷團隊 才能夠拿到這些案子 所以我在裡面 我們算是第一次 把小農跟有機的農產品 我們拉到了Sogo百貨 我忘了是Sogo 還是新光三月的九樓或者十一樓 幾百坪的空間 有五天的時間 我們用虛擬實境的方法 讓大家彷彿走到了農場 接觸到了農民 然後買去認知他們的有機商品 那一個經驗 我非常非常的熱血澎湃 我覺得都會人 是這麼愛土地的 他們是買起來都好不手軟的 所以我覺得農跟土地的這件事情 可以走 那我也很順利的第二年 那我又接到了農委會一個 也是一個活動 叫做花線新台灣的活動 就是有花朵的花 那個時候是北農主辦 但農委會是協辦 可是前幾可能農委會會出很多 他們看到了有機的農業的成功以後 他覺得花都不應該是現在的方式 他要讓更多人愛台灣的本地花 那時候我有參與了花線新台灣的整個規劃 那我就分享這一段 我的東西剛開始是讓他們掉掉下巴 然後覺得說不可買單 可是後來他們買單了 那時候我的想法我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讓很多重要的都會地方 或社區公園出現花車 讓花車滿街走 他們聽到花車全部下呆了 那後來我仔細的跟他講 就是我的印象 我的概念是來自於成龍以前的電影叫快餐車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用零車的概念 把花車用零車的概念 讓那個花可是它是美的 而不是恐懼的 然後可以開窗 開窗的部分可以賣茶 以前還沒有花草茶 可以賣茶 可以出現LED 可以賣盆花 那讓大家覺得說 原來花不是我到市場 我在什麼地方都買得到 好那這些我大概就略過 因為我經歷了這些事情之後 其實我自己對於所謂的社區總體營造 台灣的鄉土產業 我的感情就很深厚很深厚 然而我畢竟 我都是在幫人家在做這一類的一個活動 我在想我可不可以做一點什麼 我可不可以做一點什麼 那個時候我想的都是我的這一些事情 所以後來我就想做一點什麼的時候 我想大概是做生意吧 那生意也還沒做成 我怎麼又會碰到有一些機緣 跑去了以前在東華南路的 就是OTOP 一箱一特色的辦公室 本來在那邊 我開始就從OTOP那邊做比較商業的 腦商圈的一些所謂的 再造的一些規劃的那些事情 我在那個時候 原來土地上還有這些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又接觸了OTOP這樣的東西 那當然我一直在做所謂的 切案子跟動腦子的動作 大概就停了 那時間後來就到了 我開始成立這個阿圓肥皂 所以我做的時候我發覺 以前所有的滋養對我來說 這個時候做我自己應該可以應用 好那當然我就變成說 用阿圓這樣的風格 我覺得我應該要很在地 而且我的在地的行為裡面 應該要有一個稀有跟難得 那這裡面可能要帶著一種 想要對抗的 或者想要申訴跟主張的 某一種念頭 來抓住我過去所看到的不公平 或者造假 那阿圓在2005年的時候 我就是用土地倫理和勞動力美學 我用這兩個概念 來建構我做手工肥皂的 所有的我們的內機內控 手工如果它沒有一個美跟文化 它就是工人 就是那些各度就業 或者是在都會工作不容易的人 你就是在做手工 所以我覺得如果手工跟機器 是劃上一個等號的時候 會少了一點什麼 那勞動力美學當然就在這一塊 那我在做手工肥皂 可是手工肥皂 假設我在油跟水之間 我沒有一個關鍵物的時候 其實在我要進入市場的那個時候 英國有Lush 法國有歐蘇丹 在台灣都非常的成功 那如果在打名人牌 還有一個陳宜安 也是在做手工肥皂 我都覺得很棒 那我也學習 也模仿也取經 可是有一塊我覺得 我有的是他們沒有的 那就是我過去的田野經驗 那於是乎我就有了這一座農場 有了這個山的概念 就這麼進來了 好 那一段我在想就是 阿聯就這麼開始了 結果走了17年 今年快邁進入第17年 那當我在兩年前 前年的年尾 我被貨搬到了就是說 我們第一屆行政院幫的就是說 我們的地方創生的獎項 我們那個獎項叫什麼名字 地方創生的有序發展獎 有序發展獎 地方創生的有序發展獎的時候 我不曉得得到獎的人 跟我的團隊感受是怎麼樣 可是我得到那個獎的時候 我的旁邊是慈濟 我的旁邊是遠東百貨 遠東百貨因為節能減態 得到了有序發展獎 那慈濟因為他們長期在做 一些塑膠纖維回縮籤也得到了 這樣子的有序發展獎 那我得到是為什麼 他的總評當然我不知道 可是當他們在做這個總評給獎的時候 我有接觸過他們兩次對我的調查 他們在調查我們對於員工的保險 員工的一些各個員工階級 我們的薪資給付的一些狀況 他們在看我們這個東西 還查我們的供應鏈 我們的發票 那當然前後去了好幾次 我們的一個農場 所以他們的評論當然我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我的感覺到 他給我們的這個永續發展獎裡面 好像不僅僅是環境 因為他會問到 他會問我再判斷 可能有我對於人階級 以及不同的工作者之間 我們的態度是怎麼樣 這是我自己推敲的 可是我得到了這個獎之後 其實我也沒什麼壓力 但坦白講我真的很沉重 因為那個時候我的沉重是 有幾個朋友敲電話給我 他們覺得好奇怪 我那幾個朋友就是差不多也都還在 但是都很辛苦 也就是說差不多在20052006 跟我差不多同時間上來 很接近所謂文化創意產業的這一批人 他們現在還在 但是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還在的有掌聲鼓勵的陳雲儀 然後還有蘑菇 他們合伙人猜了 可是那個光頭的叫什麼還在 張嘉賢還在 還有蘑菇 都是好認真的喔 然後另外有一個就是 那個好樣 好樣餐廳 當然他後來被 華新立華被焦家給併了 那他現在專心又去做他的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就是他們都來問我說 阿雲你得到的獎好奇怪喔 因為他們會得到的獎都比較是什麼 Rittle啊 然後Gordonfinger啊 或者是Big Design的東西 你怎麼得到一個永續發展獎 在他們心裡面 還是把阿雲看得是一個很文創的產業 可是他們不知道其實我這一段路已經走了千尾百折了 其實我在心裡面 我早就不當自己是文創業 可是我跟我的團隊說 我們要用文創的心來做這一件事情 做我們阿雲現在的生活用品 我們會成功 可是我看到這一些很辛苦沒有成功的人 他們一直把他們很喜歡的文創 想要把它做成business 那我就覺得說 那個路徑一旦不一樣 我所有的思維都是用做生意的方法 可是我每個行為 我都必須要follow up 可以感動人心的文化創意的這一些東西 那因此我也在每個不同發展的階段 都比他們更勇敢的去建構我們公司的 財壞系統 電腦資訊系統 還有我自己的研發系統 包括我們的一個營業系統 在這位面前我跟你們談的是系統 因為我想的都是很大 我都覺得如果有一個產品 它能夠具備有一種很重要的文化附貼 或者給人家一個很強的文化印象 它一定會長大的 那由於我個人也算是一個很典型的消費者 我都會跟我團隊分享 德國工業 美國科技 日本的達人精神 法國的時尚 義大利的設計 我說這都叫貼付 在這個貼付的過程當中 一定是都要先有一群人 一堆品牌 不是一個 他們都會follow up在這個步驟裡面 所以你知道現在就是說 當他國家形成了這樣子的印象以後 只要努力一點 他們的東西好好賣 人家好容易去辨別 那我就以我的經驗就是說 我真的是因為麥當勞 我才真的去多了解美國的一些文化 我也是看電影 多了解美國 我對日本文化有什麼了解 我在三十幾年前 我甚至於還講這種很驕傲的話 我才不要去日本 對不對 我說曾經幫我們當殖民地 對不對 那個時候也還沒有這種什麼意識 我說你還記不記得他們日本 我們還把你們抗戰 為什麼要去日本 可是當我開始接觸到日本 有一些手工的東西很精緻的時候 我不知不覺陷進去了 他們的將人 他們的達人 讓我第一站去了京都以後 我就說我誤解了 政治是一件事情 戰爭是一件事情 可是日本它有一塊很重要的東西 在支撐著它 那我回過的時候 都一直在檢討 一直在檢討 那我就會提到 當我的檢討以後 我發覺 我有足夠的成熟 有歷練 也做了這件事情 可是我的檢討 頻頻讓我踢到鐵板 我所踢不到鐵板的原因是 當阿源在尋找我這個產品類別 跟我這個產業類別的品牌認同的時候 我前面好靠近 那當然文化單位 從文庆會 一直到我們的文化部 因為這樣子 所以邱昀昀 邱小姐 她一直跟我很好 一直很支持我 我都走得好近 走得好近 那我走好近 我都不想談好處的 可是我覺得 他們有相關的一些機會 政策 或者有些補助的時候 因為我是做手工肥皂的 我這類的東西 在文化創意跟文化裡面 是不見的 雖然我們的東西 是洋溢著很多的文化傳承 比方說 因為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前面吃了苦 後面我很順利 我非常的堅持 阿遠應該要很勇敢的 用我們的繁體字 一定要很勇敢的 用我們的繁體字 我們的東西走到全世界 我想要讓大家看到的部分 都是要看到繁體字 因為我的堅持 我是告訴我的團隊說 你知不知道 全世界起實力的人口 現在可以直接 貫穿古今的文字就是我們了 我們真的是 是做過僅存的兩千多萬的人 在用繁體字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文化裡面 我覺得行聲假意會意 行聲轉著 它裡面這個字 它傳載的都是幾千年的智慧 大家切而不用 我說我們已經都用了 不能改 我們要讓它產生一個 符號性的辨別 那阿遠也相對的很努力 就是說 我們要讓我們所有的文字 我說不管是白話文 文言文 新聞學不好 我要讓阿遠的所有的文字 跟文學出去的時候 讓大家真的是會閱讀到的是 一批文人很用心在跟你溝通的 所以結論是 我這樣的東西其實 文件會可能會喜歡我 然後文化部也覺得我不錯 但是我沒有辦法對號入座 年代的一直到兩年前 我們的曹啟宏跟林務局 跟阿遠交流過幾次以後 就覺得說 哎呀我們太複合所謂的 田邊經濟的範本 也很適合做 林下經濟發展裡面的 某一些情形 因為他看到了我們事實上 已經給農產品賦予一個 很不同的面貌 我們賣青草藥 賣乾的藥草 像這一類的東西 這個叫一級農產品 可是我們也把我們的農產品 粉碎的加工的 放到我們的這個地方 我們用的二級農產品 然後來我們就跨境了 把我們的農場擴大經營 很多種植以後 我們送到台灣的很多生技公司去萃取 然後我們做這個東西叫生化製品 或者是生技業的一個製品 那在在的 在這些美裡面 這是我們的農場 這是我們新的在蓋的 那個北海明珠 對 那個我們從這個手工肥皂開始 那後面農場做了手工肥皂以後 那就一直我們在北海這邊落腳 那當然就是到現在 這個計劃已經目前蓋到三分之一了 好 那我把這一段講完 就是說 我談到了我的為難 是我發覺我有點似乎像就是 文化單位 因為我的文化 跟他們所認知的這種論創不太一樣 我在那邊得不到什麼資源 那我在進行有關 臨邊經濟跟田下經濟的時候 因為我做的這個東西 又不是他們在慣性裡面想到的 是醬菜嗎 是果乾嗎 還是茶葉 所以在農業的這個地方 他們明明都懂 就是說這樣的臨下經濟 可以讓大家不一定只是在 賣香菇 做髒枝菇 或養土雞 可是好像也找不到出一個什麼東西 可以讓阿元在臨門一角 能夠有一些更好的串接跟聯盟 那無所謂 我們就自己繼續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努力 努力到了兩年前 我們會發覺在我的製作的過程裡面 我們農場有好驚人的發現 那這個驚人的發現我必須要講 因為我們花了很多錢 我們不斷不斷地用我們的方法 結合台灣的萃取公司跟生技公司 跟應用化妝品公司 我就是說阿元的東西會賣得好 一定有一些東西 不是因為我這一塊做得很好 我們開始去分析 拆解去定性定量我們的農產品 艾草 月桃 魚心草 還有包括一部分的山谷瓜 當我們走到這邊的時候 我發覺不對了 真的不對了 因為那個領域太花錢了 那個要定性定量的階段 太花錢了 可是我不是花不起 那我在想 如果我在花這個錢的時候 我的企業在做品牌 在做銷售 那如果我在這邊花了很多錢 那為什麼我不能花這個東西 去找技術 好 那雲營長就來了 我們雲營長去年出現 他找技術的方法就跟我不一樣 他整個看過來 也整個摸索了大半年時候 他相信也認同了這家公司在種地 也知道了我們現在在做的所有的行為 那因為他自己以前比較接近醫療 或者生技背景的 他開始幫我串接 他就介紹我們找 不管是文化大學 雅明大學 黃愛元培的還沒見面 他知道有很多大學都在做 跟我們相關一樣的研究 那也帶著我都跟他們認識都拜會了 可是我跟你說 我拜會了以後 我的心沒有兩一節 我帶著只有兩一寸 我覺得還有舊 所以我就跟雲營長說 我要去找政府 我要跟他求救 因為我非常的捨不得 我跟你說 我請他們萃取幫我做調查報告 我自己也會做功課 我說Oh my God 這個國家在花什麼錢 這樣浪費的 我一個月桃的萃取 我一個魚心草的萃取 我們翻箱倒櫃能夠找到的幾百篇 幾百篇幾百篇幾百篇的 都一樣 那我說為什麼給這個四百萬 給這個兩百萬 給這麼一大堆大學 大家的成果發表 就是發表到論文 我說這些東西怎麼辦 那阿元要用嗎 我都用得比你們更好 可是 因為 我必須要重複走你們這一筹路 我才能夠證明 我的東西有這個效性嗎 可是當你們有了這樣的萃取的時候 一定會有你們的很累積的成果 跟你們自己的一個專屬的專利 到最後 我再跟他們 我很直接談的時候 連辦法都沒有 可不可以計轉 可不可以合作 還是就是說 專利的專屬 可不可以跟我們怎麼樣產生 我坦白講 因為我畢竟就是在這個路上 我不是單一的專業 我聽起來他們都是模模糊糊的 能不能計轉 要怎麼計轉 我要花什麼錢得到這個技術 得到這個技術以後 那我們產學之間 到底可以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共利 或者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我就覺得 我沒有力量去處理這些事情 因為我本來做就會 做得很好 可是我希望有一些 台灣更強的強度的東西 可以讓我說 這個東西是台灣出來的PITERA 這個東西是台灣的SK2 這個東西是台灣的什麼什麼東西 那一個過程 它需要太多專家 我們專家很多 真的有好多這個東西 後來我跟影韻長討論的部分 就是覺得說可能有些東西 我們沒有能力去整合 因為整合它需要有一些力度 那個力度我會覺得分為三項 第一個力度 你的權力很高 透過命令你有辦法整合 第二個你的錢很多 你可以來整合對不對 第三你可能就是自己要去學術圈的 卡通票社會 那你可能有能夠整合 但是在這個眼裡面 不管我做什麼樣做什麼樣的 好像我們這個社會還是有個情形 就是說我就是賣東西的 所以他們不太相信也不太以為 我會很珍惜或很在乎這些東西 好那我把節目就停在這邊 我跟政委說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個對我很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前面在用感知的部分 用感情的部分在談台灣 在論述台灣在地的 這一個小農的品牌 它已經做到什麼程度了 它已經讓我在亞洲 在海外有很多的銷售國家 我知道他們為什麼不會去 來找到台灣的什麼 復興化工 台灣很有名的這些牛耳 蘇菲 那或者我們講的就是 有一些我們講的 所謂的台灣在地的老牌子 阿元都很順利的 能夠到這些外銷國家 因為他們在我的身上 就看到了這些東西 可能是某種文化吧 某種新鮮跟好奇 那因為我自己沒佔比 我會發覺像在日本 香港跟新加坡 以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他會相信阿元 是因為我們政府的基礎 開得太好了 他們很相信台灣的食品 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好相信台灣的食品 包括健康食品 所以他們認為台灣 在處理農產品的那一塊 門檻是很低的 所以我最驕傲的就是說 我在幾年前我去新加坡 因為我們有在新加坡 一百多個 現在可能有更多百個 他們的有一個很大的 連鎖藥裝 叫Unity 我看到的我正在旁邊 其實我眼光是紅的 因為在那個都是 用英文拼音起來的 不曉得什麼文字跟英文的時候 有一落的地方 我遠遠的就是看到 我們的中文字跟繁體字 而且還蠻不差 那我說華人對這個東西感興趣 華人對這個東西感興趣 所以我應該要在他們感植的地方 再加上質感我必須升級 那這件事情也是 當我在日本走通了以後 連日本很多東西 除了他的酒以外 他們很多東西 已經都是大量大量的英文 他們會看到一個 好像帽子很相似 很像日本在用的那個Maru 但是他這個明明又不像是 他們日本會出現的品牌 那可能會有一些好感 或者什麼樣親切感的移植 我們在日本就走出去了 那走到了這個階段 我覺得產業要升級 要轉型 那由於我自己在做 那當然我旁邊連帶 也就會遇到很多小農 還有很多我們的化妝品公司 跟原物料廠商 哇我才發覺大家都有一個夢 是很proud of Taiwan 有點希望自己有品牌 可是他們就是沒有做到阿雲的這一塊 好那這個時候其實 沒有跟營運長我這就對他入座 我說營運長其實我覺得阿雲也很難說 是哪一個領域內的領頭羊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很想要做燈塔 我希望能夠有一個SPA SPA light 照到某一處 怎麼說某一處 我自己就跟您分享一下 我看到的我們的現在的一些政府政策 我看得到但是我完全沒有辦法受益的是 我們有很多生技業的鼓舞 有很多環保類的鼓舞 很多光鏈類的鼓舞 它不外乎都是會跟環保永續 綠能跟人生的健康有關係 但是那個東西其實它不容易走到架架糊糊 也就是說它不會像紐西蘭的Zesprit的奇異國 像華盛頓的蘋果 有點滿了那個物件或那個東西 它跟台灣的連結不夠 可是這一次的國家隊 讓台灣前所未有的有這麼高的曝光 這麼高的被看見 我跟營運長說我們應該要蹭浪而來 因為這個時候台灣的正確性 台灣的真實台灣的可靠 這個是對的 那這個時候我現在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做的這一件事情 再單打獨鬥我也過得了關 可是我會覺得那個代價 就是有點可惜 沒有同時把台灣台北給帶上來 所以我在想做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甚至於都已經改變了我的想法 但是計畫還沒展開 我跟我的團隊 我就是說 假如我們阿元要把這幾年來 我們努力的手工肥皂 我們要花這麼多億去做一個創生園區的時候 我們這個地方叫做北海明珠創生園區 在那個石門 石門鄉 石門鄉 在靠近金產的 對 我們買到了幾千坪 以前是台灣農林他們那個釘建的用地 所以他可以蓋工廠 很棒 台糖 其實台糖 所以我本來的一個願景就是說 我把當地的小農 吊草種植的農戶 從農產品的加工 以及到我們手工肥皂 以及文化創業的展演 都放在這個地方 整個內部可使用的空間 如果我沒記錯 應該將近要兩千四百多瓶 兩千六百瓶 我說我做手工肥皂 我要這麼大幹嘛 可是他們攔不住我 後來他們也被我說服了 我說就是要這麼大 因為只有我在這個地方 在石門鄉 我可以把北海萬金十三支 這些地方的人糾縱過來 因為阿源一路在發展的時候 我在萬里第一個工作室 我搬到金山 辦公室從淡水 然後我現在又在石門幹場 我看到了北海的這一些 很多閒置人力 它確實是可以種植 可以萃取 可以做的 可是我覺得我把藥草 用到我的東西是很有限的 那因此我更大的企圖 就是萃取的這一塊 那我的計畫現在就開始展開來 我希望把我的三樓 服藥變成是阿源的北海創生基地 我要變成阿源藥研 阿源國際藥研創生基地 我希望用國際藥研的感覺 來進行更多的我們的一些生技類的 一些藥物的一個發展 好 那我告訴你 我就跟您講真話 我遇到了什麼問題 我們想要找一些可能的好的技術 好的團隊 或好的有什麼樣的一些政策跟補助的預算 我跟他們開會開的我都是聽一聽 我也沒有拍拍手 我說如果能過程我也不會高興 搞個半天 都是你這個去找什麼這個經濟部 這個可能找農委會 那個可能找支社會 這個找什麼 找了一大堆國發會什麼東西 然後都是要一點點錢 一點點錢一點點錢 更糟糕的是什麼 每個案子要寫出一大堆 到最後是怎麼樣 有專門在幫我們寫案子的人 他可以抽成多少 然後就會幫我們把這個案子受到 很接近可以拿到錢 是你拿到預算以後 你再抽錢 那有些就是說 我幫你寫個案子幾十萬多少萬 拿不拿到跟我無關係 那我說在幹什麼 我在做事我需要預算 我有證據我有實力 我有通路我有品牌 我有這樣的東西 我只是想說 好好的把山苦瓜 或月桃的有一些技術 不要讓我從零開始 你們有幾百篇論文報告的 都到臨門一角 不是到臨門一角都有了 可是你們沒有被應用 那等到我要應用的時候 我就不曉得教授他們在擔心的什麼 我們可能不能同意廠商 那我們要對學校的什麼校務 什麼要負責 談得我跟營運長說 那我喝喝咖啡你們 接下來你們去談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處理那樣的事情 那後來營運長他有跟我說 大概有兩條路 我們來試試看 第一條路 如果我們覺得說 我們公司對於財務管理費用的應用 以及我們的技術的什麼東西 我們是夠強的 那我們也許需要的是 有人幫我們整合一個國家團隊 你就讓有一些技術的 不管是來自於公園院 或台灣有這一類技術最好的 大專業所的技術 那我們就是說 啊原來處理你們所有可能的後面 市場量化跟應用的問題 可是你們的技術不要關起門來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合約保密協定 跟將來的有些利益的一些回饋 把它計算到很清楚 因為你已經有現成的 就讓我們進來把我的產品升級 因為如果我產品一旦升級了以後 兩大好處 第一個就是從阿源的感識 我會走到質感 第二個 我真的很想很勇敢的說 這是貝爾實驗室的什麼東西 這個是美國什麼什麼東西的什麼東西 那如果我們這裡有 這個是台灣什麼團隊的什麼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沒那麼難 因為阿源賣的東西就是幾百塊千百塊而已 如果先從內需到外面 我這個是有國家團隊的技術進來的 而且那個技術進來還是全世界都沒有的 你全世界找不到月桃嘛 你沒有人在把艾草跟台灣的苦瓜這一類的東西 做到一個很高等級的 那為什麼人家國外可以有藍莓有金斬花 把葉黃素做得這麼好 那每個教授都有理想 其實不好意思啦 聽到他的理想我也覺得他們很為難了 他們好不容易萃取到的有一些技術 他們很不敢放 鄭文你知道是為什麼嗎 我聽到的有一些原因是為什麼 他們都在想著 他希望讓他的論文的規格 跟他的一個背景變上一層樓 他很希望他的東西走到可以變藥用 我說你是要用嗎 你知道張織菇紫山純都幾十年了 有那麼容易嗎 那個是要錢 而且那個真的是要藥商 還不是藥商好像還是藥廠 或者是要國家規格的 可是他們想著這些東西 我覺得學者很棒有追高的 可是你在追高的這個路上 你已經有的技術 可不可以有人來幫您用 那我的印象就有跳過就是 當時如果不是公園樂跟張繡萌 因為有些東西到了民間 我們今天怎麼可以從張繡萌的身上 得到這麼多的穗金 這麼多的榮耀 所以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也許可以從上往下來正視一下 也就是說我們的生計業的 生計十年的發展是要發展什麼 我應該來講我們現在在發展的 可能都是B2B的 而且人家還不知道 這個跟台灣有關係的 可是當我可以拿到一個SK2的口 SK不是口紅 我可以拿到SK2的青春露 我可以拿到一個YSL最漂亮的口紅 這就是法國的 這就是Mix Factor 那我自己當然會以我做的產業別 我就說我很希望讓全世界有一個 SK2有一個SK2 這就是台灣的什麼什麼 可是我可能應用的是生氣類 目前是基礎跟末端的 但是那個是對的 那個是會讓台灣說韓國泡菜耶 韓國泡菜耶 如果這個東西都會這麼驕傲的時候 這是越南的妖果 這是越南的妖果 因為我做的東西我希望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第一個我想說是想要有一個比較 你也許可以指點我一下或者怎麼樣 能不能真的有這樣的團隊 他願意從上走到下面一點 讓我們這些在做基礎生活用品的 他會有量 可是那個紙其實是被台灣的有一些技術 給他給包裝起來的 或者他真的進到這個裡面 那坦白講我還是會覺得 我很珍惜的是 我們目前已經很穩定的亞洲通路 那我的海外處還配備三個人 他們現在在泰國在美國在英國 都一直在緊挪密補的處 那我們最近的處長就跟我講一句話 大哥因為現在是疫情我飛不出去 要不然我覺得這個時候真的他們視訊好多 怎麼搞得好多人正來台灣要東西 來問東西 他們寄了好多sample 那我覺得說這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強心針有個團隊 那第二個我想來問政委的也就是說 我有什麼辦法不要這麼樣子的 或者我們這些產業別 不要每個人挨家挨戶的 去跟你要個50萬的補助 200萬的補助 因為一整個的一個發展 我跟你說我在各區得到好多的獎金 我每次回來我就往他們身上給我說 太過分 我跟你講都是這樣在半家加久 我們得到了最佳傳統產業的創新獎 我說好高興喔 我們得到了最佳傳產創新獎 結論是什麼 給你40萬 然後到最後是十幾家每個人都40萬 我說這樣子的花錢 給這些人大概就吃吃喝喝就不見了 就是給獎是用分配的 我得到了好多獎 可是都是一點點一點點都是半家加久 那對我阿元來說 我現在其實我覺得那個不好玩 那個是把預算花掉了以後 你看不到產業已經從萌芽了以後 它可以長大 因為只有萌芽才可以得到這些獎 它長不大 它長不大 那就是後來我跟委員長 我們有聊到他就是說 也許可以直接從國發基金 還是什麼沙發院或者是工研院 比較更上端的 能夠對於我們這些產業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服務跟配套的 因為今天我跟政委說 一我爸媽都走了 我爸媽走了 我兩個弟弟就在我公司上班 都是專業經典人 我自己沒結婚沒小孩 我就是一個人 我跟他們跟他們我都說 如果我現在58歲 我從我去年摩托車因為跌倒撞傷了我的眼睛之後 我急速的有感覺到我的生命有些東西在警告我 所以我跟我的團隊說 如果我還能夠有體力有動力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時候沒有什麼把標籤上的台灣越印越大 越是我想做的 那我的期待就是說當我走了之後 不要只有阿遠這個品牌到之後是用這樣的風貌 因為我過去的老資產 我走過田野我走過藝術走過DOP 那也走過農產品跟文創 我說這些都夠了 可是我應該要把有一個結論 很精準的來帶這些弟弟妹妹 每個人都在follow阿遠的路 17年我給你看多了 我都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都知道問題在哪裡 因為在那個時候上來 我經歷過什麼樣的這是幾年 我經歷過OTOP很多創新事業 我經歷過文博 經歷過茶葉博覽會 那當然我也經歷過我們農務會很多飄鳥計劃 還有什麼飛鳳計劃 什麼鳳的計劃 新農計劃 那當然就是前年就是地方創生 可是在地方創生之前 我們在金山那邊已經做了多少年 我們用李山倡議的態度 我們都在做這一些有機啊 自然農法 以及所謂的社區總體營造裡面的技術傳承 那或者是知識傳承 因為我參與的真的好多 你時間很可貴 就不要再談這些 我就說 當我看到這些東西之後 我覺得有一個環節就是一直沒有出來 那個環節又放在我的結論 我跟很多朝聖者跟社區的工作者 還地方創生的工作者 我都直接跟他說 阿遠沒那麼好 可是我也真的那麼好 可是我有一點 我講我沒那麼好的事 我比你們更適顧 我覺得人真的沒有那麼理想 所以我從地方創生到社區總體營造 我說阿遠只有三件事情我一定要咬緊 第一件事情 這個世界上沒有義工的這件事情 我很希望所有在參與地方創生 跟社區總體營造的人 不要過苦日子 你可以改善生活 我說只有生活被改善了 品質決性跟知性會上來 這是第一件事情 再來我非常相信精英治國 但是不能靠精英來決定我們的方向 所以我們在做地方創生 或社區總體營造的這一件事情 它必須要很好複製 沒有複製就沒有量 沒有複製就沒有量 這是我在想的這一件事情 一定要可以複製 那麼第三件事情 做地方創生或社區總體營造 我的態度是 它必須要產生出一種無常的解密 有太多東西是抓得好緊 就是不管是技術授權 或奧納地導遊 我說那個沒有用的 因為我們這一個行業 它註定是不會變成大財團 註定會變成是大事業的 可是這種東西就是市場的一個擠壓 大家會變得很好 因為當很多人都在賣派末紅茶的時候 你只要相對的qualify 你的泡末紅茶 你都能賣得不錯 大家都在賣小籠包 那這個時候只要你差不多 小籠包都會集體好 這個對於一個單身 也是沒有後顧之憂的人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是我比較覺得可以 很有勇氣來面對政委 跟您要東西的 要不然我跟您說 因為像蘇巧惠 或者是吳思瑶 或者過去我選舉過的這些立法委員 我的態度就是說 不去找他們開口 不去找他們要東西 因為找他們 可能按援會有一些機會 會多一點 但是今天我在想的是 不管手工肥皂 或者是清炒藥的這些加工製品的行業 台灣現在已經多到滿腳一梯都是了 你從缺程式到剛四美到有機商店都是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 它就需要有一個定性的標竿出來 因為這樣做都對 可是到最後 如果你能夠走到定性定量 你才進得了歐盟 你才進得了美國 那這個東西就不是靠我們的力量 那這個大概就是 我跟您就分享到這個地方 那簡單的說就是 想看看您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 資源或技術上的一些指導這樣子 非常感謝這個分享 那不是面對我 是面對我們廣大的網友 那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地方創生 所有有志於地方創生的朋友 都值得好好的完整的聽完 剛才老師的這樣子一份分享 可以上很多願望路 也可以更好的把自己的價值陳述出來 真的非常感謝您的分享 真的非常棒 那因為我們 我不知道我們現在還有多少分鐘 好像剩十幾分鐘 所以我想我們就直接切入正題好了 我們剛剛聽起來先確認一下我的理解 就是主要有兩件事嘛 一個是說 是不是有可能像防疫國家隊一樣 尤其是我們像現在口罩一貫長的輸出啊等等 那當然我跟各國都是說 其實口罩雖然重要沒有肥皂那麼重要 肥皂還是比口罩重要啊 所以就是有沒有可能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剛好全世界都在認識台灣的口罩的這個契機吧 去讓全世界來認識台灣的肥皂 因為畢竟也是防疫很重要的一個項目啊 那這是比較是對外的部分 那另外對內的部分聽起來就是說 希望去把不是醫藥等級 但是無論如何還是對健康有效果的這樣子一些研究 那能夠透過技術轉移等等的方式 去變成你這個品牌去變成跟其他品牌的用料 或跟你們之前的用料有所區別 是這樣子一個做法 那這個做法當然目前聽起來已經有跟大學在聯絡 但是大學當然他們計轉大概都是要靠 覺得越往藥用那邊會越投注心力嘛 那會變成是說 變成他們並沒有目前沒有投注那麼多的行李 在這樣子就是健康用品的這件事情上 所以希望能夠調高他們的有限順序 這樣聽起來是這個意思 是對 那理運轉有沒有存在這兩點 那主要就是說 要跟正委發報一下 我想這裡整個新串中心 我相信很多應該都是以阿源來當作一個標竿 那不是所有的啦 那整個文串產業包含的去年所謂的地方創生 國發會不是去年有講的地方創生的原點 不過正委其實阿源在地方創生最快 我們已經做了十幾年了 所以我們剛剛創辦人有提到 其實我們自己的品牌的白皮書跟國發會寫的 其實都蠻雷同的 所以應該你要幫其他人寫啊 不是你付錢請別人寫 別人付錢請你寫 我相信今天我們走了十幾年 我們比政府的腳步還好看 十幾年 我不知道這十幾年之內這些文串產業 他們有沒有類似像阿源可以走到十幾年 就是單純所謂的文串產業的這一塊 我相信那個是少是有在台灣 那阿源的遊信然後也算是存活下來的 後面還有一些計畫 我們做這些計畫除了當然為了我們自己 另外也是為了這些新創企業 他們也有一個學習的標榜或跟隨對象 當然最好他能夠超越我們 這樣整個整體的台灣才會進步 那今天會來跟政委請議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階段 我們的資本到了8500萬 我們的營收都已經將近4億的在一個狀況 我們確實有到一個瓶頸 所以說希望政委這邊有沒有幫忙做整合 其實台灣在生技的萃取的這一塊 包含了公園院、學校都有技術 可是沒有人幫我整合啊 我現在要一家一家去 剛剛創辦人有提到 確實他們握在手上 那學術單位畢竟是學術單位 它跟所謂的產業之間的應用 它還是有一大段的一個距離 所以政委這邊 我現在政委在結合這些新創產業的時候 其實應該也有面臨類似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的話 確實是蠻需要政委幫我們做調和的頂面 拿到這樣的一個資源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一家一家一家一戶去談的話 那個沒有效率 對於政府來說 很多單位它都是被切成一塊一塊的 民間企業不行啊 我從我的品牌的營造 我從我的原物料到我後面整個的銷售通路 我的行銷策列 它是一條龍的 我不能被政府這樣一塊一塊這樣切 然後會影響到我這邊 所以我也希望說政府的作為 它也要一條龍的方式來 support 當然不可能 因為中央不會這麼多 但是要有像類似政委這樣的一個角色 幫我做整合 這是其一 那企業的就是說 這方面的一些投資說實在 對於我們完全獨立自主 自己獨資的一家企業 其實蠻辛苦的 可是政府其實有提供這樣的補助 舉例 國發基金其實它也有補助 那國發基金的這一塊 我不知道或許 用什麼樣的方式跟他們去談 因為有一些包含了前客也好 部分公司也好 或者是說一樣的 某一個申請案出去 可能要蓋了很多個印章 我相信這個是很多公機關的一個弊病 所以主要是在技術跟資金這塊 我希望政府幫我們做整合 我的目的就是這麼安全 國發基金的狀態 以我的理解 他們是會配合民間的天使投資人 那當然以紓困來講的話 確實他們有一個特別的方案 就是他用特別股的方法 他雖然投資但是不取得投票權 那這個對很多理念型的企業是很棒的 因為不會莫名其妙就變國營事業了 那但是當然你們目前的股權結構 大概從國發基金看起來 大概不一定是要紓困的對象 我都很坦白講 那所以比較像的就是 地方創生及社會企業發展措施裡面的那一支 那那一支其實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是跟民間是一起來 那民間有人願意增資 願意投資 那它可以出大概到一樣的這個錢 那這個目的也是希望你不要變成國營事業 就是至少有超過一半的資金 還是用民間來取得 那所以我覺得當然我也有聽說很多就是 有中間人有前客等等的這種狀況 那但是因為你們比較特別是因為你們 畢竟已經獲得了行政院的獎 那所以理論上地方創生會報不會忽略你的存在 一般的前客是說 他要在就是地方的願景會議 或地方所寫的那個地方創生的幾年的發展方案裡面 把一個比較默默無名的這個品牌的這個基本價值幫忙你放進去 那但是我想你們應該沒有這個需求才對 就是理論上應該是聽到阿遠是知道你們在做的事情 對所以如果你們是打算直接去申請就是 國發基金協助地方創生即設合企業發展措施的話 我覺得不需要透過什麼中間人理論上是你們可以直接做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如果你們現在就是北海或其他相關計劃 已經扣合了當地的就是地方創生相關的發展方案的話 那就像你們說的其實是可能當地取公所的 或當地的現實政府應該要向你們學習 因為是在社區重體營造的概念上面來發展的東西 而不是說好像你們還要受取公所 或者是現實政府的調度 沒有這種事情 其實在地方創生裡面這些我們只是希望它不要缺席 因為以前社區重體營造的時候 我們也很坦白的講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的人不一定去管取公所 他們就是自己可以去產生一套自己的自治系統 那但是我們這邊的概念就是你不要跳過它 但是並不是說你要先經過它的許可 不是這樣都是在國發會的那個匯報裡面處理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是值得做 那我們看起來也有很多朋友 他甚至用訂閱式的或甚至是股權式的群眾募資 他也證明給國發基金說 我這邊有一群一般大眾 甚至是影響力投資人電視投資人 已經非常認同我們了 所以國發基金也不用擔心說 他出的這個錢會不會再取得另外一半的錢 因為另外一半分了已經在這邊等好了等等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我想這部分是很理所當然的 但是這個也許你們都已經之前已經了解已經問過了 所以我不確定說你們是還沒有準備提這個案 還是其實提了但是中間出現什麼困難 我們準備要去提議 所以我想請教說政委 我們是可以直接跟他們做結束 那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一個窗口我們可以做聯繫 那就是國發基金協助地方創生及社會企業發展方案措施 那這個是由承辦人0223168203 沒有我是在看網頁上面的稿子而已 所以這個都是公開的資訊 那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去證明說 這件事情它不管是在文化創意 在你剛剛講帶動中小企業的生態系 在目前的這個策略性的這個狀態等等 就是它有一些multiplier就是有一些加成的一個成數 所以就是說當然地方創生機社會企業這個是最基本的 但是你剛剛講的就是你們蠻斜槓的 就是每一個都有一些價值可言 那每一個按照就是國發基金的這個概念 它可以再提供multiplier上去 那好比上說像多福接送 多福接送就是在紓困接管運用國發基金 雖然它概念上其實已經不是最近五年成立的公司 已經不能算是新創了 但是因為它持續在我剛剛講的那些類別裡面 創造社會價值 那所以就還是qualify這個紓困接行 並不是只有新創 因為它中間每次走轉都有一點像在做一次新創 這樣子的概念 對那所以我覺得資金的部分 我是很鼓勵你直接提 不需要再經過中間人 那如果真的碰到說窗口竟然沒有聽過你們 或者是說就是在這個民間資金的證明或者取得上面出現一些困難的話 那個我們在實務上面的去來進行討論 可能比我們抽象的討論當然要好一些 那這我就先去試探看看 對呀 就必要的話再跟哲文 再確認一下我們中間的意大利益 這項辦法去 確實是如此 那第二個部分 那針對萃取域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學術界畢竟跟我們的產業界 其實那條鴻溝其實永遠都存在 學術界追逐所謂的學術的價值 但是我們不是要追逐我們學術的價值 學術要有應用它才能有學術的價值 它是體現另外一層的價值 而不是所謂的純學術的價值 那這一塊的話 我不知道說有沒有機會說透過鄭偉的引進 我們可以有所謂的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鄭偉在口罩國家隊非常有成效 那可不可以有所謂的我們的一個萃取域的國家隊 來跟我們將實際應用的一個早上來做一個結合 在台灣當然就是刷信用卡就是資本主義 刷健保卡就是社會主義 就是本來就是有不同的經濟結構在運作 那但是當然就是什麼東西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這個本來就是有一個認定的方法 就是說就是Leave No One Behind 就是只要有任何人是防疫的破口 它就會變成全民的破口 所以大概健康教育這兩件事情 一般來講在台灣是往社會主義這邊傾斜 因為這兩個方面有任何破口的話 其實整體的社會都會動盪 那這些動盪我們未來就要在可能矯正啊 或者是在醫藥上面花費幾十倍的錢 所以不如在一開始用社會主義的這種想法去確保 去確保每個人在教育跟健康這兩個權利上面是平等的 那但是所有其他的事情 那會不像說娛樂啊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就比較沒有社會主義的想法了 以至於會說我們用這個平均隨機亂數的方式 就是決定那個身份證位嘛 在檯面上面的這個位置嘛 那最後只有70%左右的朋友 去拿地方券 那如果是一個純粹社會主義制度就不應該這樣 應該是所有人報名之後 所有人不是拿到600塊 而是要拿到500塊或者是400塊 按照報名人數而定 應該每個人都是定額才對 怎麼可能會有隨機的狀態在裡面呢 那當然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市場 我已經看到很多的店家已經推出126專案 就是說他專門來安慰這些沒有抽到的人 然後來補足這個總結的補足 變成一個行銷的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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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24小時我就至少看到5個了 那所以我就說因為這個是好玩嘛 它是引起一個話題性 一個梗一個話題性 那但是這個就是資本市場的運作的方法 那像三倍券的加碼嘛 超商加到四倍嘛 有些夜市攤翻什麼 整個聯合起來加到五倍嘛 有些就是地方政府甚至還抽房子啊什麼的 那這些也都是資本市場的做法 如果一開始就把它純粹社會主義化 就是每個人給定額 那當然沒有人要加碼 那也沒有辦法產生跟它效果 所以就是說在這個定性上面 如果我們現在是說肥皂是不可活卷 就像酒精一樣不可活卷 那它要的其實是它的防疫的健康的這個功能而已 那但是因為你們現在在加值的這個部分 它講求的已經比這個再多一點了 它比較不是只是要保持基本的健康 而是要包含你的感受力要提升 那這個你剛剛講質感跟感知嘛 那個比較是一種追求美學以及生活方式 生活型態上面的一些調養等等 那所以如果你把這個變成健康權 就是像我之前去法國巴黎常常去 他們就說暑假的時候大家要放假 這個叫人權 那對那所以如果它變成健康權的一部分 心理健康放假嘛是心理健康 那這件事情當然又回到社會主義傳統 但是在台灣這邊好像還沒有這個概念存在 所以這邊就會回到資本市場這裡 那如果到資本市場這裡的話 我們這邊一旦推所謂的國家隊 那馬上就進入就是育民政立的這個階段 那就可以碰到很多的阻力 所以這件事情的定性我覺得還是蠻重要的 那如果要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國家隊 目前聽起來就是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最基本的 大家保持健康大家保持市自律啊 這個確保偏向的寬頻啊等等的這些屬於人權的部分 那第二個大概會有國家隊的就是 剛才這邊其實也特別提到 就是大家想到台灣 就想到什麼的這個國家品牌形象的部分 那這兩個大家比較同意說是 那政府來做應該還OK 那在這兩個中間的所有東西如果政府來做 其實立刻就會有一些阻力出現 聽說您分析得很清楚 因為與民政立這個東西其實廣義跟狭義上面 確實是要很小心 否則如果處理的不好 也許國家隊也許有的時候 反而會對自然企業產生另外一種傷害 就好比像說之前徵用一些口罩廠 但是當時還來不及讓它進入配送體系 立刻民間就批評了 就是說我們徵用不讓它賣 但是我們又不真的賣那要怎樣呢 所以在短短的兩三天之內馬上就加派警員 確保說它真的也可以 不管它再小都可以生產 那都可以配送 那當然這件事情就化解掉了 但是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說 對於市場的干預這件事情 其實台灣民間是非常不接受的 覺得說政府只要干預市場 那個市場可能就會失靈 那這個也是非常常見的一個講法了 對那最後我剛剛其實我的Point是蠻簡單 就是說如果你們的工作裡面 有一部分跟健康權或者人權有關 那那一部分有那一部分的做法 那如果你們的工作裡面 有一部分是跟國際品牌 那這個比較像是國貿那邊的事情有關 或甚至是現在就是對外的形象 好比像說為什麼就是觀光局啊 都用很多的力氣去宣揚珍珠奶茶 那當然不是要獨立珍珠奶茶的特定廠商 讓你獨立 那現在當然就是沒有獨立的問題 那而是說因為那是一個概念嘛 那是開放式創新 那你就算用南非國寶茶 那也算珍珠奶茶 你的Tabioca 不管是黑的白的也都算是珍珠 那甚至還有人練習各種各樣的花樣 什麼放在披薩上之類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當它行銷的變成一個概念 而不是特定的珍珠奶茶的製茶的品牌的時候 忽然又沒有問題了 因為就像您說的整個產業因此而提升嘛 形象因此而提升 所以那這樣的話 你就必須把你在做的事情它概念化 變成一個開放式創新 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這樣一個理念 有點像一個hashtag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面一個話題 比如說hashtag Taiwan can help 那確實很多人加入啊 那這個時候他加入的時候 我們去用這樣子營運營銷的資源 就心安理得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加入這樣子一個品牌 就是共用品牌 那因為目前你們的提案聽起來 就是共用品牌的程度跟健康權的程度 這兩個程度都有 但是都有一點點而已 主要中間還是你們的自由品牌 以及你們的產品 那所以這邊就會變成說這個橋接論述 比較難讓大學的可能產學長放心 那尤其是公立大學 那如果他沒有辦法放心的話 他就很難去掛保證 那這是目前這樣子實際的狀況 所以就是說如果對就是基本權利 這一部分有所照顧 那這個就在大學裡面叫做大學社會責任理系 那USR其實前沿是非常多 那協調也沒有什麼困難 那如果是這個網國際 公用品牌等等 那就是大學的就是行銷 國際處國際長的這樣子一個體系 那這兩個體系調動資源的能力 都比可能就是單獨的 就是你剛剛講一個一個貪 要來的高一些 所以其實我具體建議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覺得說話很大 其實我們要重新梳理 因為我們的需求不變 但是我們的需求在應用上面 其實我有聽到的一個就是私利 跟一個公眾的台灣的產業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做分配 對 確實 那畢竟我們拿的是營利事業登記證 政府規定我們一定要營利 所以我們就會去營利 只是我們在營利的過程之中 我們從上的是整個所謂的社區的中體營帳 其實社區中體營帳裡面其實就不是私利 其實它就是創造一些所謂的一些就業的一些機會 如果是公開發行甚至上市公司 它本來就要對不特定的股東交代 所以它用GRI用什麼方式去揭露它的這個公益報告 那現在只是說 因為你們並不是公開發行嗎 我們希望 但是就是看政委有沒有什麼機會可以付到 因為回到我剛剛跟政委報告的就是說 這些新創的企業在這邊的開始創造 也是幫我們當作一個Benchmark 所以我們要努力 我們有這個責任 我們有這個社會的責任 我們要想辦法把我們自己往前推 我理解 我理解 所以你們目前還沒有往 比如說重規版或什麼之類去移動 其實我們在幾年前就已經透過自成會計 我們都一直有在規劃 但是有一些規劃的時候 我們自己有我們自己的一個接受 因為首先我們應該要確保自己公司的一個企業文化 跟我的營業的長敲的一個技術 不會被稀釋 對 還有一塊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真的要確定走到公開市場以後是不會害掉我們 因為我一直在強調 當你不會用錢的時候 突然間你有很多錢 可能你的熱情會被覆蓋掉 我完全同意 可能你會走迷失了 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們有一塊很健康 就是說我們自己在我們的財務會計的這一塊 我們真的是一直秉持著 以後有任何事情再發生的時候 我不用鋪天蓋地的再整帳再作帳 這塊我們都有一直有follow up 在這一塊路上再走 OK 你們有做就是類似像是公司做的那種公益報告書之類的事情嗎 或者是GRI就是允許發展目標揭露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們目前看到是有一些不管是B型企業也好 或者是有做SRY計算的或SRS也好 那這些他們都是一些跨部門的能夠給出交代的一些方法 等於說他雖然還沒公開上市 但他已經跟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包含公列 都已經講清楚 是說我們這邊的這個底線不是賺錢 那主要不是賺錢 事實上主要是環境主要是社會價值 那但是你還是得賺錢嘛 才能繼續照顧這些價值 因為這個對總合理就這塊很重要 對 因為我覺得我們很多東西佈局的很深 可是我們在一些書面畫 跟將來大家在溯源的時候是看不到的 對 就是說我如果要認定你是for purpose with profit 那你必須持續證明個好幾年 那這個證明就必須量花嘛 那所以我想會計師一方面對你內部交代 這個可能你們已經做得很好 但是重點還是跟外部交代 就是雙面交代啊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只要累積足夠多的 把自己先當成上市公司一樣 要給出這樣子的環境 或者社會責任的一個報告 那我們自己目前是在社會創新平台上面 去鼓勵還沒有公發的這些團體 甚至有些不可能公發 因為它是合作者型態 或者它是基金會型態 那本來就不是公開募集資金的這個狀態 但是它還是有營運啊 其實它們還是有產品跟服務嘛 那這個竹膚聯盟 消財合作社 一些農業合作社 社區市 他們也還是都有產品跟服務可言 所以如果他們把自己想成功化公司一樣 揭露這樣子的公益報告 那累積個幾年 甚至它在章程裡面明定 它還必須做這樣的事情 那大家就可以感覺到 所以這個是在經濟部裡面嗎 這個是一個不會共用的一個品牌 但經濟部負責 不過我跟總委報告一下 其實SRS這塊我們有在做 但是我們沒有特別把它這樣挑出來 或是一個完成一份完整的報告 譬如說我們像新路基金會 我們包含還有那個有幾個 我們現在是有成報告就是 跟台新基金會的自己 有專案來計算 而不是以整個事業體來計算 很多人現在是這樣做 因為比較容易做 對我們都在做 只是說沒有像這位這樣 我把它在財報那邊把它公開 或者是基礎沒有 我們回去可以做 因為就是說 for purpose with profit的話 那我剛剛講的 不管對外 或者是對這種基本權的 這樣子的論述 就變得比較容易 因為大家就可以說 我這個部會 我想要達成什麼KPI 這一年我的實證計畫是這樣 我投入一塊錢 有一塊錢的效果 但是我如果完全同樣的事情 但是我跟各位合作 不是把各位當夥計當夥伴 那同樣一塊錢 它可以產生三塊錢 四塊錢的效果 那這個時候 你跟部會就是平起平坐 甚至是你坐在它前面 有這樣一個關係 但如果你是for profit with purpose 那對部會來講 你不是一個很穩定的合作夥伴 因為說你做那麼多好事 只是因為你今天賺錢 但你又明天不賺錢 那沒有人知道你會做什麼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就會很退縮 就除了當然不發基金是投資型的 其他如果不是投資型的 那剩下來會跟你們有關聯 就是講住型了 而講住型的狀況 這個您剛剛都講了 我就不用再講一次 那最後有關於提到我們在談的藥草 這個萃取的上級部分 這一塊 認為這邊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比較明確的一個協助 可以讓我們有一個窗口 可以來讓我們取得這樣的資 不過我具體建議還是說這個萃取之後 它的公共利益是什麼 因為你剛剛的困難是說 它的學術利益看起來 比起製藥來講要稍微弱一些 那你如果要用這個去 就是什麼東西去平衡它的話 就是告訴教授說 雖然它沒有那麼大的 看起來立刻可得的學術利益 但是它可以有公共利益 那這個是屬於大學社會責任的那一塊 那又或者是說 它在外交上面 對於拓增整個產業的形象的幫助 那是國際出的那一塊 這兩個都有耶 這兩個都有耶 所以我具體建議就是 你應該先去看你的大學的相關的部門 這就像說我們很多小型的新創企業 它做公益的時候 它是跟大企業的CSR談 但是呢CSR的潛質有限的 所以它能在一個零河裡面去搶那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但是呢我常常鼓勵他們 就說不是啊 你應該是跟BD部門談 對那你跟BD部門談 對他們來講就是一個策略聯盟 說不定你這邊群眾物質 這麼多人的這個形象 也可以挽救這個大企業 不要被抵制啊 所以他們被抵制就完了 所以像那個就是先入放置鹿伊莎嘛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對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有社會資源 那應該要調動這個社會資源 來證承這邊的這個正當性 那這樣對一個學術研究者來講 他的社會正當性對他也是很重要的 他在國際商業這個平台 知名度的正當性對他也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時候他才能稍微去想說 那是不是有比學術論文的那個impact factor 至少一樣重要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論述沒有辦法我來幫你們做 因為畢竟我不是很確定你們 目前實質推進的狀態 但是大方向的這個是如此 是的 鄭偉我想你問過一個問題 剛剛不是很相関 是鄭偉最很拿手的 就是最近大家在講所謂的數位轉型 那不知道鄭偉對於我們這種傳統產業的 數位轉型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想各位大概都瞭解說數位轉型最早期 我們是叫做什麼電子化 電子化政府啊什麼之類 OTOP時代了 是叫電子化 那但是那當然是數位轉型的第一步了 還是基本功嘛 就是確保所有就是用手工登大的 用職作業的等等的部分 使用一個比較節省力氣的方法來運行 那這個在上面就是所謂的數位優化 就是說不管是品質的管控 或者是說這個過程裡面 你需要重複登大 就是不同部門要重複登大 不同的東西等等這些方式 因為你就是可以透過植物流程 在設計的方法來確保說 你在裡面凡是容的就是同樣可能要做兩次的 或者是說它裡面不需要人的創造力跟判斷力的 那這樣子的部分 你就可以用機器把你已經數位化的資料去進行優化 那這個現在有很多 像那個人工智慧學校 就專門在做這件事就是產業出題嘛 那來學的人解題 那等到這一步也做到比較穩定 就是你已經找不太到什麼東西要優化了 那你就可以往上 因為你現在理論上你的人都多出很多時間了 那這個時候當然浮到我們旁邊的產業轉型 那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也可以再做數位創新 那數位創新通常的狀態就是說 你會從傳統的製造的產品來變成一個服務 那好比像說 我們常舉一個例子就是 Nike有推出一款這個跑鞋 那這款跑鞋它是租給你 它是等於是你是訂閱一雙鞋子 那它是用就是已經完整的數位優化過的3D列印的方式 隨時按照你的腳的形狀類似量身打造 那你隨時對它的顏色不滿意了 隨時對它的設計不滿意 花紋不滿意 隨便什麼不滿意 就把它寄回去 把它融掉 重新印出來 再寄回去給你 那這個時候其實就沒有說 因為改流行啊 因為什麼原因 浪費的那種消費 那對製造商來講 它的這個不是售後服務 而是服務後手 那這樣它對它的產品的質量的那個要求 就會跟使用者這邊是在一起的 而不是說 我設計一個讓你三年之後不能用的東西 你後來買下一個東西 那然後另外一個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才會真正瞭解林肺琴是什麼意思 不然林肺琴他們都是非常抽象的一個東西 但是如果是大家訂閱一塊土地 甚至是它訂閱一株香草 它可以透過數位的創新來跟著它長大 甚至是這個土地好像變成一個化身 如果有看過阿凡達這部電影的話 能夠跟它講話 那這樣子的話 慢慢的就是人對土地的感情 就不會只是裝在一個人腦裡 它是可以分享出去的 那其實你只要看當初臉書 為什麼在台灣那麼紅 就是因為大家一起種菜 那就是說它有一個社會化的一個層面 那現在只是說開心農場種的都是 其實不是真的土地裡長的東西 但是你可以把它變成真的是土地裡長的東西 那這個就必須要它後面的這個後段 製造的這一部分 它已經完成了數位寶和數位油化 你才有這個餘域來做訂閱制的服務式的數位創新 當然這個方向 所以我可以說在公司裡面就是把數位 數位化、數位優化到數位所謂的數位創新 我當作是萬零單嗎 當然就是最主要還是你自己的一個意志 就是你想要花多少力氣在這邊之上 因為畢竟數位它只是其中一個轉型的方向 其他還有剛剛提到的 永續、循環設計、這個轉型 這些都是相互相承的 那所以重點還是說你跟你的員工 最在意的價值是什麼 數位去配合這個價值 因為優化總得有一個方向 那在這個方向是 控除大家時間之後 你的創新到底要先往哪裡去 所以先找到這個創新的往哪裡去 這個共同價值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如果你有這個共同價值的話 大家一有餘餘就會想說 那會想出什麼新的東西 往這個方向走 那如果這個價值並不確定 那只是說毛利率等等 那這樣你很容易在優化上面就卡住了 當然也沒有什麼問零單可以 是 要請 看大臣這邊 謝謝 謝謝 政委 我正式邀請 但是不是在今年 因為我們明年 我們剛剛講的北海明珠的 這個國際藥年創生基地 它肯定會完成 那我們完成 如果我們有正式的就是說 好 我們要進駐的 我可以邀請您 那到時候您看時間 也當作來北海走一走 當然很容易 因為北海真的很美 好 那我就給您預約 一年半以後的時間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